教訓班滿滿人潮 一走就有人排隊報名 原來教訓班最快六月起 訓練費用下限將漲兩千元 之前還沒有就是 還沒有入考之前我就沒有報名 然後後來就是有 越來越多的規範 然後現在又聽到就是 剛好又要漲價 那我覺得現在可以直接考一考 我覺得又省了一筆費用 其實是很不錯的 有一點貴 現在剛好有時間 然後學這樣也比較就是 不用那麼多錢 自從二零一七年無一新知 開始新增路考等項目 駕訓班成本增加兩成以上 公路總局嚴厲 將原本八千到一萬三的學費 調高到一萬到一萬三千五 下限漲幅百分之二十五 也是十三年來首度調漲 每年將影響二十五到二十八萬人 這個下限的部分 最主要是希望這些一些駕訓班 就是不要消價競爭 執行之後 我們都是買新車來執行 那本身在這個攤體的成本上面 其實就增加了不少 還有油料的使用 還有教練的訓練時數 餐體的成本來講 三千以上都有可能 不過教練也說 臺北市區的駕訓班 費用大多才上限金額 下限調漲影響不大 其他地區可能感受更深 至於成本較高的駕訓班 則可向公路總局提出申請 最高核准金額能到一萬六 加訓班學費寒漲最高 甚至能到一萬六 是原先最低價的翻倍 也讓不少想學開車的民眾 認為負擔增加 有專家預估在六月漲價前 恐怕會爆發駕訓班的報名潮 這次是順岩 蕭雲台北報導